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报纸上面看到的都是以金正日他昨天他的灵柱公开 而放在玻璃的灵柱当中供人民来吊咽作为封面的故事 不过今天在电视上一早的新闻就开始播了 好了 现在南韩已经向北韩表达致哀之意了 北韩要不要还给南韩欠给他们的道歉呢 而另外呢在南韩的国会也在拼命的检讨的声浪啊 也就是针对他们的情报单位 竟然到最后一刻都不晓得金正日他已经促逝的消息 要等待这个官方发表了这整个的消息才晓得 到底是不是值得深切的检讨 现在在国会也引发了一批的声浪 把现场交还给彭典的主播 好 非常谢谢倩林带来目前的在整个朝鲜办法